刚才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那个姐弟恋分手了 因为呢年龄呢经济问题 尤其是这种大龄少女啊想脱单呢 结果呢他找了个姐弟恋 就我的观点来说 老实说呀 这种还处于青年这个年龄段的姐弟恋呢 其实你们也不过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吧 不过就是涂了一个逼爽鸡巴爽 就啪啪啪 正好呢这种30岁大姐姐呀 应付这种20岁出头的这小弟弟呀 就是旗鼓相当 两个人的信誉和性能力都差不多 而且呢他这个在信誉驱使之下的这种 这种青春的萌动也好啊 或者说这种欲望啊 这种热情啊迸发的生命活力呀 可能就是让人迷惑这就是爱情 其实那不就是那点事吗 是吧 真过起日子来呀 我就知道就这种姐弟恋啊 注定是一地鸡毛鸡飞狗跳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家族里啊 我从小到大就看了那么多女大男小 就这种这种婚姻组合呀 我看的真的是够够的 就没有几个是就是说这个男的打心眼里 心疼这个女人啊 尊重这个女人都觉得你这个老牛吃到我这坑嫩草了 我吃亏了啊 你就得给我当牛做马啊 补偿我这个吃亏 很多男的都是这个心里 而且呢 我还看到了那种老年的啊 就是这种啊 这种什么大姐姐小弟弟 大了十岁的啊 那种姐弟组合 就基本上就是阿姨和小男孩的组合了 就从三十岁开始就走到现在 或者从四十岁 女的四十岁 男的三十岁 就这种啊 我就看着这种老大妈呀 你说你也年纪不小的这种老奶奶了 还拼命装嫩的 你说滑稽不滑稽啊 而且呢 还看到老大妈呀 拼命的要炫耀自己 哎呀 你看我还能给我的这个老公啊 提供性功能啊 你看我还能啪啪啪 就这种不要脸 我说句话 这就是老不要脸 因为自己应付人家的这个性需求 就很吃力 然后他还啊 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还在那吹呢 还在那说呢 我就觉得这种女人也是挺可悲的 其实啊 就说你就按照就说 这个 就大部分人的这个规律走 就是男大呢 女小呢 就符合这种男的这种男权社会的这个心理 他比你大呢 他自然而然 他心里他就让着你的 是吧 他就包容你一点 而女的呢 尤其是经过婚育的那种 就经过生育的这种女的啊 到了一定年龄呢 哪怕你老公比你大 但是你看起来呢 也不会说那么 就是说跟你这个老公年龄差距那么大 如果说你女的本身就比他大 然后你又老得比他快 然后呢 等到中年以后呢 这个男的他就嫌弃你了 对吧 就是为了就说 为了我们这种 取个捷径吧 你不是说要对抗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律 这个世界它就是运行的 你说女的呢 你要是比他小呢 你就不用说到了中年以后 你去装嫩了是吧 看着中年老大妈那种装嫩呢 那种硬撑啊 就感觉特别不自然 特别不舒服 觉得又可笑 你就觉得他们又可怜 就是不如做从容不迫的 该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坦坦然然的 从容不迫的 这种自然而然的 这就是看起来就比较让人舒服 你自己也舒服 对吧 人不都是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开始我们自己下定的 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